女人肯把这五样东西给你,那么恭喜你,她爱你入骨 爱情是寻寻觅觅时那不经意的一瞥 一眼看到心底,确定了那个人就是自己要追寻的人 遇到对的人,把握对的人,爱情才不留遗憾 尤其是女性,在遇到自己所爱的男人时 她会把自己最好的爱交给这个男人 如果一个女性把这五样东西给了你,毫无疑问,她爱你入骨 一,她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女性自身就是一个谜,在她的内心深处,必定都住着许多小秘密 这些秘密或许是难过,或许是高兴的 但却是她愿意同其他人共享的 但是当她觉得你是她最信赖的人时 她会主动跟你分享小秘密,让你感受她的喜怒哀乐 二,她无微不至的温顺体贴 不是每个女性生来就带着温顺贤惠的标签 而是女性在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时分 那种爱情的润泽下 她们慢慢地披上了温顺的外衣 她懂得像一个女性一样去给你温顺 温暖你,呵护你 三,她在乎你信任你的小脾气 由于信赖和在乎 女性才会在自己爱的人面前变得那么小气 她会由于你不好好吃饭生气 由于你以其他异性触摸生气 总是她看起来那么无理取闹 但这无理取闹的背面满满是她的爱 四,她对你的经历 深爱一个男人 女性情愿把一切的时间和精力 招打在这个男人身上 她会为她做饭,洗衣服 就算她再珍惜自己的牵牵欲手 她仍是情愿用手为她戳弄她的蹭衣 她情愿静静待在她身边每一分每一秒 五,她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都说男人舍得为女性花钱是真爱 在爱情面前 女性才不会一味寻求男人的财富 她也会拿出自己的小金库 尤其是在男人需求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撑的时分 她毫不小气 只需可以协助她 支付再多都情愿 女性的爱总是那么小心翼翼 又甜美温暖 若不是深爱一个男人 女性不会把这五样东西给她 这些东西不是女性刻意为之 而是女性的情不自禁 爱就是这样 不可思议 无理可寻